然後我就看到那個跑馬燈說 我就問劉仁兆說 他說頂禮拜來的 結果他跟劉仁兆說 我們今天的人 這不稀奇 他說 我也許是一個勇士 但是每一個參與者 都是英雄 所以各位 你們都是英雄 所以拜託各位 為了不要讓韓國瑜當立法院的院長 不要丟台灣人的臉 不要丟中華民國的臉 拜託各位 一定要把你的政黨票 投給6號的 民主進步黨 好不好 過去 各位用每一票一票 支持李毅林當我們的立委 希望 他替我們平正龍潭 爭取相關的建設跟福利 可是他整個籃帶裡頭 在想的都是 為什麼 因為他整個被票殺 為什麼 謝謝各位 今天是我們 川流不息 民主前行的第一天 我們在規劃這個行程的時候 就在想到 第一天晚上要到哪裡 那因為我是住在中立 住在青埔 我說 我們最後一天晚上 第一天晚上 最後的兩站 就是要到中立跟平正 這兩個地方來 選擇平正 要選擇哪裡 這對我來說 並不困難 因為這個地方 是我今天來的第三場 我第一場大概三四個月前 人到底是在這裡辦 人沒那麼多 第二場很冷 大概是這個的一半 第三場 今天來的時候 整個滿滿滿 給大家自己鼓勵好不好 好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跑馬燈說 柯文哲來參加 我就問劉仁趙說 他擋起來 他說頂禮拜來的 我們今天的人 比柯文哲來的時候 人還要多 對不對 這不稀奇 我去花蓮的時候 也比柯文哲的人還要多 我們這一場 川流不起 民主前行的運動 搶救王毅川大兵的行動 我用一句 屏東立委的一個影片上面說的 他說 我也許是一個勇士 但是每一個參與者 都是英雄 所以各位 你們都是英雄 我們這一次 從早上 早上的九點在許淑華那裡開始 我們早上八點先到台北的行天公拜拜 所以呢 各位少子上幾點就要出門 我們六點八就要出門了 六點八就出門到現在 到現在 我們的精神還是很好 為什麼 因為看到在場的每一位英雄 都在為禮拜六 為台灣的民主 為台灣的自由 大家繼續努力奮鬥 對不對 我們要繼續加油 因為 劉仁趙 跟彭訓好 是這一次 我們評估起來 在整個桃園 最激戰的選區 因為最激烈 最激戰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 今天 賴副總統 從屏東出發 蕭美琴 從台北出發 從基隆出發 他往宜蘭 花蓮 台東走 我們這個隊伍 就是補賴總統 跟蕭副總統 他們兩個路線 沒有補到的地方 我們就來補 我們希望 劉仁趙 跟彭訓好 能夠把 桃園 這個立委的選區 激烈的戰區 整個補起來 好不好 好 尤其是我們南桃園 南桃園的選期 對賴清德總統來說 更加的重要 賴清德總統也說過 南桃園如果贏 桃園就會贏 我們台灣就會贏 對不對 對 所以非常謝謝各位 今天來 劉仁趙 彭駿好 我剛剛陪他們在平鎮 在中壢掃街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跟我們比手 所賜的 每個人都比上了 這一個符號 非常的開心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要知道 要搶救王毅川 大家都在問 那要投幾號 每一個人 都很主動的 站在他家的門口 站在每一個商店的門口 比上六號 投給六號的 民主進步黨 對不對 各位 各位 每一票 投給六號的 民主進步黨 都在累積 進步黨 可以分配的 不分區的形式 各位 你們的每一票 如果 投給了國民黨 或投給了民眾黨 你們就是在幫韓國語 創造聲量 你們就是在累積 韓國語 當立法院院長的聲量 尤其投給民眾黨的 每一張票 都是在幫助韓國語 當上立法院的院長 民眾黨的主席 柯文哲 已經公開講 他支持韓國語 當立法院的院長 所以 你們投給民眾黨 不分區的每一張票 都在支持韓國語 韓國語 當高雄市長 九十三萬票被罷了 高雄人 用選票幫你他 沒有道理 各位 我們桃園的鄉親 我們平正農潭 中立的鄉親 你們用選票 投給民眾黨支持韓國語 讓他當立法院的院長 一點道理都沒有 所以拜託各位 為了不要讓韓國語 當立法院的院長 不要丟台灣人的臉 不要丟中華民國的臉 拜託各位 一定要把你的政黨票 投給六號的 民主進步黨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這一次 郵輪照的選區 遇到的對手叫做李玉玲 這個家族 已經盤踞在平正太久太久了 他們當過市長 他們當過議員 他們也當過立委 平正永遠都是平正 我們選出來的立委 為什麼到了立法院 每天在關心國防 為什麼 為什麼不關心我們平正的鄉親 不關心龍潭的鄉親 李玉玲你是軍校畢業的嗎 是嗎 不是 不是 你為什麼一天關心飛彈 關心飛機 關心潛水艇呢 為什麼呢 過去 各位用一票一票 支持李玉玲當我們的立委 希望 他替我們平正龍潭 爭取相關的建設跟福利 可是他整個腦袋裡頭 再想的都是國防 為什麼 為什麼 各位 這個家族 盤踞平正太久了 沒有道理再支持他們 沒有道理 投給他們 他會做得更好 沒有 不會 不要再相信他們了 給自己一個改變的機會 給平正龍潭 一個有機會改變的機會 換掉李玉玲 民家族 好不好 好 各位想讓開 如果李玉玲繼續當立委 我們的平正龍潭 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改變的機會 所以拜託各位 投票 投給魅民家 投給魅民家 他能做的 中立市長都做完了 他沒有辦法做什麼東西了 如果他能做 中立市長就做完了 對不對 對 當桃園市議員 該做也做了 該爭取也爭取了 這四年 也當了中立的立法委員 能做的也都做了 沒有辦法 沒有改變 沒有新的出口 所以拜託大家 中立立委 請支持 陳俊豪 好不好 好 所以今天 拜託各位 總統 我們一定要讓賴清德 蕭美琴 成為穩定台灣和平的力量 我們的立委 中立 請支持 陳俊豪 我們的平正龍潭 請支持 我們的政黨票 不分區的選票 請支持 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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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進步 黨 謝謝大家